走 夏威夷这次大火来得太凶猛 太突然 一开始发生 他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怎么会这么严重 伤亡怎么会那么可怕 现在慢慢地爬梳了 慢慢清暑了 刚刚讲的 他的温度太高 现场温度居然高了 1000度 还有他的速度太快了 速度嘛 每小时到达128到160公里 你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逃都逃不了 你所以你还特别提醒我们说 人体我如果是火葬场 300度 我里面的席600度 可是里面的现场 1000度 1000度你看到这些车子 车子连里面的引擎 居然也全部被烧熔了 地上全部居然是那种 席啦 铝啦 这些人容易 今天更可怕了 今天夏威夷的州长 讲得更白了 他根本是什么 他根本就是一个火龙卷 对 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已经确定大概 罹难者110个人 但是可能这个数字 还会再持续增加 根据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州长的说 就是惨况会像是在战争 或在911事件 看到了一样的这个状况 他说会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主要原因就是火龙卷 因为火龙卷引发了 大概每个小时 128英里的这个风速 然后同时间高达 1000度的这个高温 宝洁我可以这样形容 火龙卷所到之处的寸草不生 而且所有东西 大概完全都被要融化 寸草不生 完全都被要融化掉 然后偏偏 宝洁那一天 刚好就是火龙卷 发生了最好的时间 所以那为什么 那天的伤亡会这么多 所以其实他不是大火 不是封住火事 他根本就是火龙卷 我跟他讲 实际上那一天的状况 我可以跟他稍微回溯一下 那一天是全部高温 高温来说 顶多烧到100多度 但是因为他风很大 所以卷了非常多火龙卷 不是只有一个 当时可能有很多火龙卷 在那边卷 在那边卷的时候 他的速度会非常快 所以锁到之处 摧毁的力道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他那一天 真的非常惨 为什么 因为我们跟他讲 那一天不是刚好在 萧尔仪的这个地方吗 南部有一个朵拉台风 朵拉台风在南边 南边的时候 他下沉气流就吹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贸易岛那边 所以当天是有非常强大的 这个因为下沉气流带来的风 带来的风会助长整个火势 所以我们为什么 你看到这个车辆 我昨天不是就讲吗 这个车辆烧成这个样子 至少是六七百度以上 否则不会烧成这个样子 烧成什么 你看外面的这些 所谓的这个缸 已经被烧到已经完全变成 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引擎 那些都是烧光光 然后轮胎也都完全烧光光 真的 咱们看 这个轮胎 对 备胎都没了 轮胎都被烧光光 因为它的熔点太 那个轮胎大概是两百多度 完全都被烧光光 所以你知道 当时的温度会非常非常的大 好那你知道 火龙卷为什么会这么这么强呢 保姊你知道 因为它一开始 为什么会有形成火龙卷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给大家听 因为呢 它当时的这个温度 开始中间很高很高 但是因为它伴随了这个飓风 风在那边吹 我跟他讲 我们如果以前在生活的时候 是不是要往里面吹风 对 有风吹 它会这个换气速度更快 它的温度会升得越高 所以它刚好就碰到这样的状况 它原本中心已经温度很高 结果旁边风一直吹 一直吹之后 它就温度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之后 因为它的温度 作物栏之间升高之后 它这个温度高的气流 会往上升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 龙卷风的这个状况 然后偏偏 风又一直吹进去 所以它温度越来越高之后 它又转起来 难怪跟他讲 有那个逃难的生还者 他讲说 你在开始说 不断的听到了爆炸声 不断的听到那种 空中在飞要的声音 你讲说到底不知道什么事 原来为什么 你看 所有的房子全部都被毁掉 所有的房子毁掉的是 它不是只有火 它根本就是像龙卷风 龙卷风加上火 把整个房子全部卷掉 而且它的火会越来越温度越来高 才会高达1000度 对 没错 火龙卷来说 通常核心大概有 30到90公分左右 然后最大有在三公尺 这一次可能在 夏威夷看到的火龙卷会非常高 那火龙卷会持续好几分钟 所以它经过了这个状况里面 它在转的这个过程里面 只要它经过的地方 你只要看到火龙卷的同时 你没有跑开 你可能下一秒 你就会被它卷进去 所以这个杀伤力 是相当相当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可以知道 这一次为什么夏威夷会这么惨 它说你这样 60秒就可以 一平一栋的建筑物 60秒钟 所以它讲 一栋房子60秒 因为它的温度很高 它卷到你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它的温度非常高 在那边烧一直烧烧烧 烧的时候 然后加上半水的飓风 那么夏威夷的房子 很多都是木灶 所以根本就没办法 经得起这些 所谓的摧残的这个状况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的死亡 会这么严重的情况 难怪你像夏威夷这个 所有都全部移为平地 你上面所有的建筑物 什么都没了 而且你知道火龙卷来说 它中心温度 可能会超过 六七百到一千度 那旁边来说 因为我们人体 你要四十八度以上来说 你可能就会灼伤 那你更不用讲 如果到了一千多两百多度 你人碰到的时候 完全就是变成这样子的 灰烬的一个状况 所以对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这个伤害 而且你说 难怪那个开车说 开车开一半 你根本一摸摸摸摸摸摸 而且你的轮胎会被烧掉 对 车子整个全部被烧掉 对 而且我用个形容词 你可能在开车的同时 你看到火龙卷经过的时候 保健你死亡的同时 你感受到的是 你的轮胎没了 然后你的引擎大概也都完全被烧掉 然后你整个人就被碳化掉了一个状况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情形 难怪夏威夷的官方讲 你身上的灰烬搞不好是你的亲人 对 而且现在你知道 现在对他们来说 还有更恐怖的 你看现在整个烧的时候 这是灾前的这个照片 这是灾后的这个照片 几乎完全移为平地之后 保健你知道 现在更惨的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到了 灰烬还有当地的空气 你没有错 你想说我们这些灰烬里面 可能有我们亲人的骨灰 看来很伤心 保健这里面还有更恐怖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一次的相应于火灾的过程里面 它很多建筑物都在70年代 或是80年代 当里面的人说有很多石棉 石棉我们知道 石棉是有毒的 它稍微都会燃烧更多有毒的气体 还有铅 还有身 所以他们这一次 现在居民所在的位置 它是呼吸的空气里面 同于还有这些致命性的毒气 在空中飘散 所以他们现在没有办法 甚至有一个住民就说 我刚开始跑起来的时候 我就闻它那个味道 那个味道我就痛到不行 因为里面都是有毒气体 甚至现在为止来说 他们说当地的民众 你已经不能喝当地的水 因为当地的水 你要喝非常干净 可能从外地运过来 因为这边的水 一旦遭受到污染之后 可能你都没办法喝 所以现在 而且你知道 你说不是火灾 不是 连水源都被污染了 都不能喝 而且他说现在 你要洗澡的时候 OK 你可能要在公共场合洗澡 因为你这个水 你溅下来的同时 可能会挥发掉部分的有毒物质 所以那是 你说不能在密闭空间洗澡 现在对他们来讲 水 空气 还有土壤 都已经遭受到污染 所以才说 这一次对夏威夷来说 绝对之后不是灾后重建 这么简单 你可能这里面的 所有的管线 地下的管线 土壤什么 都要重新再翻成一番 否则这里面 遗留下很多致癌物 搞不好会持续 危害人类的一个状况 而且夏威夷的官方还讲 他要花好几十年 才有办法去把这些死亡的人 一个一个找到 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我们只能找到一千多人 但是其实 这次在居民来说 甚至人家说 失踪人数可能有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 美国人的一场是这样 美国都一定要把他 找到这个具体的 你的尸体的这个状况 甚至能够判别你 问题是现在人骨在什么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你烧过去的时候 宝旧跟他讲 因为所有木材 也是瞬间就碳化 木材跟人骨 你在碳化的过程里 你根本完全分不清 现在只能够 用所谓寻尸悬在那边 寻尸悬的寻找的速度又很慢 所以来说 这个灾后重建 或是认清这个亲属 都是一个漫长的工作 好 会持续 BBG曾经作为一个 世界的十大天然灾难 十大天然灾难 非常恐怖 而且火龙军恐怖到说 你碰到的人 几乎都伤亡了 伤亡了 连拍的时间都没有 而只有夏威夷吗 没有 原来之前在澳洲已经发生过 而且现在的野火 现在的火灾 在整个干旱 在气温上升的时候 已经变成对人类 最大的威胁了 是 他们现在可以统称说 事实上它是一个 复合性的灾害 什么叫复合性的灾害呢 尤其是这样的 善因现象 善因现象 它就会导致 这些原本在森林的地方 它的湿度非常低 因为都没落后 然后天气非常的干燥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知道吗 这些本来是属于森林的地方 它现在碗炉就是一个火炉 所以一个一个 烧着烧着就卷起来了 就卷起来了 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 再加上如果风又开始进来的话 它就会形成 非常容易形成 这样的火龙卷的一个现象 所以除了刚讲的夏威夷之外 你现在看到的加拿大 一样也是这样很可怕的一个状况 加拿大的火还没灭 还没灭 而且你知道吗 加拿大从今年5月以来 全加拿大境内已经有 到目前为止 还有1100多处 大大狭小的火灾在进行当中 而其中有200多处 就集中在这个西北地方 在西北地方呢 其实有的地方 这其实很可怕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有一个小镇 现在几乎是已经灭村了 九成的一个村庄的土地 都已经被烧掉 然后呢 这个叫做Enterprise这个小镇 还好人员都已经撤离了 那现在因为火是没有办法灭掉 所以它不断地继续烧 现在已经烧到另外一个地方 3500人的小镇 叫Hair River这个地方 他们就说这个火的 如果再持续烧下去的话 甚至连另外一个 有2万人西北地区的首谱 黄刀镇也要进入个紧急状态 所以他们就说 如果这未来再几天 再不下雨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火可能 现在本来是说各个地区 但我现在看到 这加拿大的山火 还这么严重 非常严重 而且你知道 这个从白天到晚上 晚上到白天 从5月不断地 然后断断续续 大大小小 这样子整个加拿大境内 就这样烧了起来 所以这其实所造成的影响 不管是说生态上的 甚至人身安全上都是很可怕 你知道吗 有一个女性 她们家住的 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小村镇 她就开车载着她小孩子 跟她老公 整个一家四口 赶快逃离 在公路上 在驶离开的时候 她说天哪 因为温度实在太高 虽然她们离 那个火开起来很远 然后就看到烟雾的地方 她说我的玻璃 居然已经开始破裂了 然后她当下非常担心 她的车子会爆炭 然后因为整个风势 跟火势 以及汽车旁边温度的高温 她的孩子不断地高叫说 妈妈 我不想死 妈妈 我不想死 所以她就说 其实你们一般人 是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一种 真的逃离那样的情况 他们常常会觉得 如果我现在不赶快 在家族玛丽逃开的话 我可能就要命上 这个火龙卷里面了 她的形容不就跟夏威夷的状况 一模一样吗 感觉车子要融化了 然后玻璃开始爆裂 玻璃开始爆裂以后 担心整个轮胎爆胎 担心整个轮胎融化了 是 这种 其实讲白了 他们就一句话 他说你就会变成是 整个火药桶都存在那里 你少的是什么 就是一句话要会 那什么是一句话要会呢 就是可能哪一个地方 不小心有一个小火灾 他就会因此而蔓延开来 甚至在夏威夷 记不记得大家在讨论 有可能是电线杆倒塌 所造成的 所以他们就是讨论说 现在这样子的声音像这样 在全世界各地 真的野火不断 而且更可怕一件事 每个地方都可能发生 是 刚刚讲的是美洲 现在来到欧洲 像法国南部这边停电 一样也是大火 狂烧了500公顷 那你知道它原本是一个度假圣地 是皮里牛斯山这边 然后它从14号开始发生大火 烧到现在他们说很可怕 因为他们也是伴随着 时数180公里的强风 所以烧到现在已经狂烧了500公顷 他就说他们现在紧急输算3000人 那你知道刚提到的加拿大 加拿大到目前为止 烧的已经烧掉了2.7个台湾了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 现在真的是只要每次一烧 烧起来少说都几百公顷 多的话真是数万公顷都有可能 好 玉逢 美国现在感觉上也是多时之秋 它好像很多的灾难发生 这是美国的一名在宾夕法尼亚州 当时我们看到画面 突然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房子就爆炸了 对 我们看这个画面 其实它这个地方 其实就一个住宅区里面 住宅区里面另外一个block 有个监视器 就看着看着看着 突然之间好像是被火炮 砰 整个给炸掉 然后在现场消防队员到了以后发现 包团电影在哪里 已经不见了 已经不见了 房子没了 房子没了 然后因为美国都是一个house 所以中间大家都是有自己的庭院 竟然波及到了12个房子 所以看这个画面 它炸出来之后 竟然还有一个殉状云 大家就想说你的住宅里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 你说你有电气走火瓦斯爆炸 怎么会炸出这样子的一个殉状云 所以现在美国真的发生了很多很多奇怪的事情 而且随便讲 你现在在救星山 你现在在勒斯基出现了很多 居然堂而皇子跑到店里面 堂而皇子跑到店里面去抢劫 没人怪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在加州里面出现了一个字叫批评 批评叫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去抢游客 我先不要抢自己了 我抢游客当成副业 我是斜杠青年 而且他们多离谱 先看第一个画面 你知道吗 有些人观光客 他自己去租车子来 在加油的时候 因为你加油一定会把锁打开 所以竟然有人开了车子 过去把加油 后车箱 后车箱给掀开 然后把他的行李 因为我来加州晚 自己带着大包小包租个车子 竟然就这样子把他给拎上车 然后就开走了 他也不怕你抓 因为太多太多案子 所以现在加州的警方 根本就抓不上 你看这个画面 扯不扯 重点是他开的车很好 对他开的车是非常好 然后另外来讲的话 另外一个画面是 他在车上休息 驾驶在车上休息 他也不管 他就是每个弄每个弄 打开了 他已经把后车箱给打开了 打开说有了 那我先走了 拜 又把后车箱东西拿走了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一个一个 然后甚至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会有车子的地方 他就去砸 刚刚还是很文明的 如果我打不开 我直接砸车 对 现在来讲的话 整排的汽车 就直接被砸砸砸砸 因为那边来说的话 他们的那种车 都是防爆玻璃 防爆玻璃什么意思 不是说打不破 是打破之后 割不了你的手 因为他怕你爆炸之后 建伤这个架势 所以他就像这样子 他是一片一片 一个塑胶力 一个塑胶力 它会黏住了 所以他根本也不怕 有些人就直接拿楼奈板 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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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脚排 对 把角落直接给打进去 他们说现在来讲的话 真的在这个家座来讲 可以说是无法可管 那就太无法无天了吧 对 而且那边很多的隐君子 隐君子呢 他们为了香烟 为了大麻 为了一些药品 他们现在做什么事情 他们要去把这些 西药房打开 西药房他们都有一些保全 所以有一些铁卷门 铁卷门现在的话 他开了车 然后巴骨 直接撞进去 蹦 就这个画面 保洁哥一次不行 我再往前一点 蹦蹦蹦 就直接把它给撞开 那这个东西呢 还算是文明的 还有一些什么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有些怪手就开上来了 开怪手 对 开怪手 那个是我看过最神奇的 而且它不是小三毛 它是大型怪手 然后呢就浩浩荡荡 就追高级都来了 对 开过几个这个街阔 然后呢 直接用这个两个插角 把它给顶开 顶开之后进去偷 偷什么 它只是为了偷大麻 偷香烟 然后呢就给拿走 现在来说的话 这些东西是越来越多 而且 它们完全不怕人家看到你 它们现在来讲 它们真的是完全不害怕 好 有一个超商一直被抢劫 然后呢 它就跟当地的这个 这个恩锡锡讲 恩锡锡 CNN 锡言跟锡言讲 就去现场去看 看的时候呢 他们在采访的过程 短短三十分钟 竟然目睹了三次抢劫 而且呢 他们进去就抢 然后电源就 就让开 因为以前有人 电源就被伤害 所以就让开 好像变SOP 反正你要抢 你抢完就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